中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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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花姑娘 你别硬闯了 让我替你禀报一声嘛 中棋 中棋 小牛子 中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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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是中棋 一太子贝大力 把我演变军了 没错 我既然已经恢复了皇太子的身份 就已经早又完成大婚 继续继续大婚 而我的太子贝 就是金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我的态度肺应该是你 你真是太天真了 其实男人天生就是个百度 人 不得了 不得了 女人只是渡团上的过分 男人陪女人走一端 女人就应该知趣地离开 别吃心妄想的 觉得可以跟男人过一辈子 我没有吃心妄想 如果没有你的方式 我也绝对不敢想的 人是会变的 誓言当然也会改 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誓言 我没有傻 我相信 我相信我的忠奇不是个活青狼 我就是个活青狼 是你自己看不清事实 所以才会相信地久天长的誓言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看你 花姑娘 你不要紧巴 来来来 快坐下 坐下休息一会儿 你的身体好像很虚弱 你都是身体 来 花花 要喝水冰箱 蒜天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这样 这样未免太失风度了吧 人家只是想让他清醒清醒 难道你心疼了吗 当然没有 荷花 你别再死皮赖脸地缠着中气不放了 以前中气是受你迷惑 脑子混沌 才会刺扁树民跟你出宫吃苦受罪 可现在中气全都想明白了 皇宫里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 日后的继承大统掌握天下大权 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人生 所以 你最好识趣点 滚回济南去卖你的臭豆腐去 少在这里装可怜 薄同情 破坏我跟中气的好事 明天 vain 不可怜 就这心的痛楚和短暂的离别 都是为了重逢跟长相厮守 你要坚强地撑下去 等我赢你回宫做我的太子妃 你们是吗 这为你死心的 左王 你很聪明 你应该理解太子 还是会进来 还是会进来 是你 我是该做的 我是该会进去的 我既然已经迎你入宫 就已经承认了你的身份 我相信父皇也会尊重我的决定 是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宝贝 你今天把人带给我看好吗 嗯 怎么自己回来了 太子爷没送你 不要跟我提鞋中气 谢谢 太子 怎么记得呢 什么 这真的五十四十一 我饶了 你不提前夜 光忙着帮太子炖补汤 其他的什么事都忘了 这理由中听啊 太子 要不然我改天再带给你看好吗 好啊 我看你能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你能不能再去弄点可可的点心来 好好 我有点饿了 臣妾现在就去 好好好 佟大人 何华他怎么样了 快说呀 何华他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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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呀 我从来没见过何华姑娘如此伤心绝望 真是委屈何华了 希望她能谅解我的苦衷 殿下 就目前这状况 你这样做是对的 一时的不谅解也是为了将来吗 太子殿下不必急于一时啊 我实在没有想到 婷婷会是这么狠毒的一个女人 她居然蹬着我的面 当着我的面 对何华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来 这只能证明一件事 就是这个女人啊 心如蛇蟹 表里不易 万万不能娶 废话 这话还用你告诉我吗 我只是觉得 何华的性格如此倔强 我就怕她一去不再回头 将来也不会原谅我了 所以要快 只要尽快地查明真相 才能挽回何华姑娘的心呢 我觉得让她先回济南也好 等到将来 我把这里的事情查个水路湿出之后 我再去济南跟她赔罪 太子 婷婷 好好好 谢谢啊 全是我爱吃的 太好了 我来吧 这些都是我爱吃的 让我尝尝 来 尝尝这个吧 手艺真不错 好 真不错 如果真确定 过来搞这个 要强颜玩笑一辈子 主子要是心情不好 我这儿当奴才子 也得跟着倒霉一辈子 唉 不好了 不好了 荷花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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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花 快跑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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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伯伯 这么晚了 您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刚才到相爷府去过了 黄大人正在给女儿的婚事 做准备呢 我知道 你心里不服 可这是事实 别再死心眼了 飞蛾扑火 最后是要死亡的 懂吗 曹伯伯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您解释 只是 我想求您帮我一个忙 可以吗 帮你什么忙 我 我想混进去 不行 那可是羊入虎口 曹伯伯 这个忙 您是一定要帮我的 我给您跪下还不行吗 傻爷们 我替你想办法的就行了 快进来吧 谢谢曹伯伯 太子 吃饱了吗 吃饱了也喝足了 那好 臣妾这就去给太子端水洗脸 好早点撑起 不用了 婷婷 不用了 这些让小幽子去干就可以了 请太子给臣妾一个学习的机会嘛 太子爷 太子爷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事 是不是和花出事了 不是不是 是佟大人 派去盯项延府的人回报啊 说项延府那边有变 这会儿佟大人已经过去了 不行 我也得去看看 太子 小幽子 太子要救紧了 你可以告退了 是这样的 婷婷姑娘 每次太子爷就起之前呢 有闻檀香的习惯 这样才能睡得好 是吗 怪体 怪体 那就快去取啊 我这就去 太子 你就请吧 太子 太子 好 来来来来 太子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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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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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檀香来了 我去点吧 那好 啊 啊 啊 好喜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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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旧职的妖宫 会重重赏你的 走 谢谢 谢谢太子爷 这家伙 回去再说嘛 好 小小子 看好里边那个婆娘 给我盯紧了 听见没 我一定看好 一定看好 看好了 来 看好 这一路上千万要小心 别跟陌生人说话 知道了 你放心吧 有点不过 这万一 是不是 我都没有 你这回来 去睡觉 怎么回事 好 快起来 我有时间 一定会去看你 上车吧 一枪 看起来是个种 不清风的美色 你 你才会是谁 静观其变 走吧 驾 走 走 过去看看 是我们太子爷 你们怎么来了 和花 意外吧 看来我的手下太无能了 连你们也看不出 客气了 你们又在搞什么花样 帮你找到黄浩一下乱真 企图骗婚的证据啊 帮你早点脱离苦海啊 看来你已经知道 我迎婷婷进宫 全是为了敷衍黄浩 你为什么不回济南 还要卷入这件事情当中 你这 你这不是让我担心吗 你只怕让我担心 不怕让我伤心啊 我 还好我反应得快 钟起 我已经找到了黄浩骗婚的证据 什么 这一次 该轮到我找黄浩的麻烦了 你想不想知道 轿子里的人是谁 是谁 我已经把他给打婚了 可是你看啊 准知道 好 好 好 太子 早 睡得好吗 我怎么了 昨晚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我只记得点了残箱以后 什么事都不记得了 睡得好就醒了嘛 管他发生什么事 我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今天早上父皇从护国寺回来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禀明父皇 我也迎你入宫之事啊 好啊 那好 赶快起来梳洗打扮 我待会儿再来接你 好 对了 千万不要忘记 把我母后送给你的耳环戴上 姑妈不会介意的 可我介意 为什么 虽然母后是你的姑妈 但怎么说你也是魏国门的媳妇 珍惜夫家送你的礼物 不是更显示你 要成为太子军的成人 太子 小姐 我知道 你别紧张 不要自乱阵脚 现在怎么办 皇后 啊 朕去了趟护国寺 求苍天保佑国泰民安 朕没想到 苍天不但保佑了百姓 还保佑了我们的孩子回心转意 皇上 你是不知道 你不在宫中的这段日子 我费了多少的心思啊 才有了今天这圆满的结局 教子有方呀 朕实在是佩服 不客气 太子驾到 美国总共得到 相桥 都选好了 你是不是在外头 遇到了什么麻烦和挫折 回父皇的话 孩儿其实并没有 生到什么麻烦和挫折 倒是父皇不在的时候 儿臣反而能静下心来 去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了 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必须得等父皇亲自来裁决 人总是要长大的 朕对你继承王位 是信心倍增啊 其实并没有父皇 说得那么复杂 孩儿这些天终于想通了 娶妻娶贤 婷婷姑娘如此温柔婉约 孩儿以为 她才是真正的太子非人选 这就是你要我裁决的 父皇 其实这件事 只是孩儿让父皇 裁决的一件小事 而另有一件大事 请父皇裁决 更大之事 还有比婚姻更重要的事情啊 钟祺 你别这样顺着我看 怪难为情的 更难为情的还在后头呢 启禀父皇 儿臣想问父皇可曾记得 后宫后妃间 是否有一副 代代相传的耳环 当然记得 有话直说 别绕弯子 儿臣想烦老母后 下来鉴定一下 婷婷现在戴的这副 是不是那副耳环 不是 启禀皇后 婷婷装扮匆忙 还没来得及戴上 恳请皇上皇后见谅 婷婷 是忘了 还是已经丢了 找不到了 婷婷啊 那副耳环的意义 你是知道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 你把他丢了 可我把他找回来了 母后 您看是不是这只耳环 是啊 婷婷啊 你怎么这么粗心呢 丢在哪儿了 启禀父皇 儿臣还有一事想问父皇 您可曾记得 儿臣送荷花出宫之时 为了救荷花 而被为了毒药的暗器所伤之时 朕当然记得 那名刺客不是已经正法了吗 这跟耳环有什么关系啊 被正法的刺客 其实是个戴罪羔羊 真正的凶手 是拥有这只耳环之人 正齐 你是在暗示 婷婷是那刺客 皇上 婷婷根本不会武功 又怎么可能巧扮刺客 刺杀太子爷呢 中齐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婷婷 不喜欢她做太子妃 可婷婷毕竟是女流之辈 又是你表妹 你也犯不着这么栽赃婷婷吧 母后息怒 儿臣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你等儿臣说完之后 再做定论也不迟啊 好在我先把婷婷送去江南了 荷花凤谷彩云 你们可以进来了 皇上圣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荷花 你不是和你母亲 回济南了吗 相爷还没把婷婷送去江南 我怎么能够回济南呢 你说什么 婷婷不是在这儿好好的吗 她怎么会去江南呢 你们都被骗了 这婷婷是假的 大胆 争不到太子妃 你也不用血口喷人 简直是无赖 皇上 何化是一派胡言 他们只是想尽办法不让婷婷和太子爷成婚 才 才 才这样诬陷本官皇上明察 住口 同龄 在 见过皇上 爹 婷婷 爹 这 她是婷婷 怎么会有两个婷婷啊 回父皇母后 这才是真正的婷婷 至于她的真实身份吧 还有待查明 我 可不得了 是婷婷 妃婷 婷婷 臣子 臣多少年来寻遍名医 散尽家财 也没有治好他的病 臣才让秀秀 加班停停 皇后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骗子 真是大胆 你身为黄金 就不怕掉脑袋吗 皇上 事到如今 臣什么都不怕 我的统天今年十八岁 这十八年来 他没有一天开开心心 所以 臣才出此下策 请皇上 恕罪 这么说 皇后 也早知道这件事 皇上 天地良心 婷婷 婷婷从小就去乡下养病 移去就是十多年 再回宫时 皇后说她就是婷婷 我自然不会怀疑了 皇后你连我也骗 真是胆大胆天哪 皇上 事到如今 千错万错 都是臣一人之错 请不要怪罪他们 也不要怪罪娘娘 住口 同应 皇上 臣在 把他们押下去 把他们押下去 皇上 臣告退 丁丁 丁丁 我们走 我们走 父皇 英明 皇上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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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吧 不 父皇 父皇 儿臣还有一事请求 请父皇恩准 不用请求了 你不说朕也知道 你想让荷花 做你的太子妃 对吗 荷花来济南之府 杨美府家的千金 虽然不是皇亲国戚 但也是朝廷命官之女 请父皇和母后 能够恩允我跟荷花的婚事 是 那 皇后的意见呢 我 任凭皇上做主 皇上做主 孩儿谢过母后 谢皇后 好 父皇 朕就成全你们 谢皇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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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太好了 给臣妾一点力量 事情都已经过成了 成真 皇后作恶多端 陷害忠良 现在终于恶有恶报 皇上 皇上 皇上已下旨 将皇后于一干人等 斩首示众 追封你复为 一品变革大学士 无法治疗 御家的愿泽 终于得以着选 你安心吧 我怎么回事 这是诚挚的头发 戴在你身上 诚挚永远在你身边 我真的好想诚挚 我好想诚挚 诚挚 太子爷 您看谁来了 爹 太子爷圣案 杨大人 现在万万不可 谢太子殿下 请 莲子燕窝汤来了 又有铁头啊 凤姑啊 凤姑 凤姑 你上哪儿去 我 我上盲簧 上盲簧 凤姑啊 你不用再怕火了 在京城里发生的事情 曹大人全都告诉我了 凤姑 多亏了你啊 合欢和彩云这几次逢凶化吉 大恩不言歇 受老夫一拜 杨大人 杨大人呢 你这么做 我要折瘦的呀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啊 我给你 没关系 这是应该的呀 不敢 不敢 你这样的红龙也拜你了 杨大人 杨大人 你 好了 好了 你们两个别在谁拜谁了 你们要是再拜下去的话 我们也要跟着拜了 以前很多得罪之处 还望你大人不济小人过 原谅我这老糊涂 哪里话哪里话 不要不要 后呢 我是 何花彩云的亲爹养父 你呢 就是亲娘养母 总之大家都是一家人哪 对对对 一家人 一家人 你现在终于想通了 早就想通了 不然你跟彩云夹在中间 左右为难吗 彩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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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云陪着他呢 以后我们两个老人可有福了 和花当了太子妃 彩云呢又跟彩云好了 两个女婿一文一武 相得一张啊 彩云跟彩云 对呀 这一时到这 真是太好了 好 爹 赶紧坐着说话 好好好 铁彤 你好吗 好啊 碰了 何花 你现在变得 越来越漂亮了啊 你跟太子爷 一定要幸福快乐啊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快乐嘛 就是啊 你放心啊 我们两个人呢 一定会特别特别幸福 哎呦 你看那两个人甜甜蜜蜜的 一数夫妻同心 二数白发齐眉 三数子酸满堂 四数 二数 二数 娘 娘 你别哭啊 虽然这俗话说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可是 我和别的女儿可不一样啊 我呀 我永远都是你的贴心小棉袄 再说了 我还给你招了一个那么好的女婿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嗯 我知道你永远是我的乖女儿 可我还是想苦 哎 哎呦 娘 荷花啊 娘把彩云给你掉了包 害得你跟了我吃了十八年的苦啊 娘糊涂娘后悔呀 还好 还好 还好老天有眼哪 让你遇见了太子 还当上了太子妃 要不然我这些 哎娘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就叫做 命好不怕孕来磨 所以是我的 终归是我的 嗯嗯 娘 荷花啊 啊 皇后娘娘来了 啊 啊 荷花啊 这副耳环不用我说 你也应该知道其中的含义啊 今天我传给你 以后呢 你再传给你儿子的太子妃 你儿子的太子妃呢 就交给你儿子的儿子的太子妃 你儿子的儿子的太子妃呢 就交给你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太子妃 让这份儿环带带相传 生生不息啊 哎呀 谢谢母后 哎呀 不用谢不用谢 哎呀 钟祺和你成亲之后 我就把钟祺交给你了 我以后就不用操心了 有你这么好的媳妇在 我操什么心呢 哎呀 我真幸福啊 哎 不过啊 还有好多钟祺的习惯 你不知道吧 比方说 嗯 比方说 中期晚上睡觉呢 是上半夜睡在这头 下半夜睡在那头 而这晚上容易踢被子 你可得小心的啊 他动一动 你就要看一看 给他带个被子 还有啊 对了 他吃饭的时候啊 喜欢吃鱼 吃鱼啊 喜欢吃鱼肚子 因为鱼肚子呢四少 鱼肺呢四多 是不是 还有啊 什么味道 啊 哎呀 啊 怎么今天茶臭豆腐啊 啊 好香啊 啊 真是太香了 哎 好像是臭豆腐的味道吧 哎呀 是臭豆腐的味道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呀 现在要是能吃上一碗臭豆腐 那 这个日子 就更美了 可惜不一定能吃上是吧 能吃上吗 哎哎哎哎能能能 你等着 我去拿 哎呀太好了 对 何华我再跟你说 我这次啊给你准备了一百多套新娘服装 所有的布料全是我亲自挑选的 所有颜色都是我亲自订的 那花样所有图案全是我亲自订的 哎哎来了来了 哇 臭豆腐 太香了 太香了 哎 这个臭豆腐是我亲自买的 亲自亲自亲自炸的 吃到嘴里口口流香 三日绕梁不拒 哎呀 那我吃了 哎呀你吃吧 那我吃了 哎呀你吃吧吃吧 哎呀你吃吧吃吧 哎呀我真的吃了 哎呀你吃啊 哎呀你吃啊 吃了啊 哎呀吃吃 哎呀吃吃 太好吃了 难怪皇上这么喜欢吃臭豆腐 哎呀我终于找到知音了 哈哈哈哈 哎呀你吃 和花来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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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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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花啊 吃 和花 吃 和花 和花 知道我不吃臭豆腐的 你怎么没吃啊 哎呀重奇 啊 真好吃啊 和花 你